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 看到名字不好 我是不是要改啊 我是不是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啊 所以我常常讲说 这个事在人为 人定身天 什么叫事在人为 你只要有心想去做那些事情 那你一定可以 很容易地把这个事情搞定 所以事在人为 什么是万般皆有命 半点不由人 什么富贵在天 生死有命 可有人说啊 这个命中有时 志应有 命中无时啊 这个莫强求 也许在你一生 也就是你看得到的这一辈子 你没有办法掌握到你的命运 但是你这样的话 是觉得啊 很无奈 因为你不认识自己嘛 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模式 人是可以再 再富贵 形无富贵 也可以再贫贱 形无贫贱 那不一定是说啊 我这个贫贱人 我一定要做富贵的事 或是我是本来就是富贵人 我一定要做贫贱的事 人是很自然的 你有钱你就做有钱的规划嘛 你没有钱就做没有钱的规划 所以这个叫什么 竖其未而行嘛 尤其咧 我们当然有计划啊 这个计划你不能完成 我们说 事漏难成啊 是 事非凡 这个事情你做不好嘛 你的志向是非常伟大的 所以你在做不好 如果一个志向很低 你的目标很小 你完成力一定是可以百分之一百 那这个我们讲说啊 事漏难成 乐其事 那如果你的志向可以完成 你就很喜业的 很高兴的 就把你这个工作啊 很专注的一直在做 那事漏难成 志不凡 如果事情一直做 做不好 像我们要让国家安定 世界大同 这么伟大的一个任务 也许你办不到 因为是你的志向 非常伟大 那你要不要在意 当然不在意啊 为什么不必在意 因为这个志向是 自古以来 多少往胜先前 很多达官显贵 很多有志士的人 他没有办法完成 但是他虽然没有办法完成 他一直还是往这个目标啊 在前进 甚至我们不是有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这个为学日益 为道日存 虽不能知 心向往知 这话的意思是说 我做学问 或者做任何事情 我做一天 我有一天的经验 我做学问 做一天 有一天的累积 那所以我学问做得多啦 所以我知道的人就多啦 所以我能够博古通经 那是因为慢慢累进的 所以威胁日益 我们每一天都有争议 可是为道日存 我在做跟道有关系的事物 你会越来越怎么样 越谦卑啊 未来越显得我自己不足 所以那个时节里边 你看你开始学的时候 哇我好多啊 可是反过来 你是在从事道的事物 你会懂得谦卑 懂得渺小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道啊 是博大精深的 当你一体会越多 才会觉得自己越渺小 你体会越深 你还越懂得要谦卑 要能够 离浪 要能够一勤 二俭 不敢为 天下先 以这样的一个角度 你会觉得 哇你看 以前我不懂 我懵懂的时候 我刚高 我慢 我自以为是 可是当你已经体会到 这么高深的时候 你反而越来啊 越没有了 退步原来是向前啊 你好像在退步 可是你却是不断的精进 你不断的在成熟 就像我们的道税 我们的卖税 卖跟道都一样 他要是长得越成熟 他越保税的时候 你看 他的税啊 就越低 越千功 越弯曲 那这样的一个弯曲现象 就显得他是越成熟 我们反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 也应该懂得迁兮 才能够持盈啊 而保态 所以围道是入损 他每天都好像我在损失 我懂得越多 我也觉得自己不足 所以你更精进 所以虽不能值 好像不能达到 一个非常高的意境 可是我的心呢 是勇往之前 一直在往这个角度里面啊 在精进 在学习 在努力 在超越 所以这样的人 他不断的在进步啊 这样的人 他只能 也能够掌握自己 也认识自己 他所学习的 他到后来 可以参照了天地的 造化之功 这完全都是 因为从小 然后慢慢的 组成变大 从小 渐渐渐渐渐的 来领悟更深奥 从小 渐渐的来了解了 这个天地之间的理数 能够达到天人合一 把天地 跟自己 明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 很多事情 原来做不好的 那 而后可以做得好 很多命意 是不能掌握的 后来可以掌握 所以我说 人定胜天 就是你能够定下来 你就可以超越了上天所安排的一切事物 这句话其实是研制于哪里 研制于大学里面的 知子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进 进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立 立而后能得 得什么 得到 我们刚才讲 虽不能知 心向往之 这样的一个意境 所以如果你 如果已经 可以从这个心里面 一直向往着 可以让你自己达官 让你可以安心立命 那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您定 上天给我们的 本来的这样的一个本能 都其实可以 可是你看 为什么很多人要说 这个人生是个苦海 人生的苦海主要是因为苦太多 就像海一样多 苦即未到 这些把苦 把它完全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真的是 无所不是苦 像有生的苦 有老的苦 有病的苦 也有死的苦 还有求之不可得 还有无应圣 爱卑离 验真慧 那么这么多的苦 你看说我们把人生 称作为八大苦 那么这个八大苦是 求之不可得呀 很多事情 你要求都求不到 那才是真正的苦 可是我们要脱离这些苦境 要凭着什么 凭自己的努力呀 凭自己的毅力呀 所以人定 你把自己安定下来 支持了 知道 子宜至善的这么宝贵的意境 那肯定能定 所以你能定了 所以原来这些苦 都随之而没有了 所以你能够脱勤 能够疗苦 能够超生 能够疗死 那不就是超越了吗 本来这个天地的定力 人必有一死的嘛 可是你能够完全的 把自己定下来 超越了死生 没有生死了 那不就是胜过上天 所赋予的 这个生命的患闻 有了这样一个突破 有了这样一个精进 有了这样一个超越 不就是胜了天的嘛 所以人定 如果你把能够自己啊 能够定静安理得 这个定 这个都是一连贯的 什么叫一连贯 你只要能定 你就能得 你只要能定 你就能安 你只要能定 你就能静 你只要能定 你就能够绿 所以定静安理得 其实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体的啊 它不是说 我有定了以后 才能够安啊 有次序的 不是 你定下来就能够得 所以谁定谁得 你把心能定 我讲定是 内在的一个禅定 把内在完全禅定下来以后 不会为外境所转啊 不会因为虽然环境的 整个变化 那你起了各种的 这个不同的一个造化 所以这个是 极其深耗的 来 我们这次啊 在和风营当中 我们会特别啊 把这样的主题啊 让很多我们的 这些参与的同学啊 来发挥 都是真正低传的哦 他们真正领受了 这样的一个精髓以后 它发挥它的功能 那我们这一节啊 就讲到此地 我们待会啊 扩音的时候 我们再来画家唱 谢谢 欢迎来你广告过后 回到我们现场 来我们赶快啊 来借这个 这个妈祖来的啊 这个杨小姐 杨小姐你好 你好 是来你想问谁 老师只能问一个吗 问一个来你问谁 只能问一个 那我问我 我我先生好 他叫什么名字 颜世凯的颜 颜哈 颜什么 光明的光 光啊 光明的光 就是光啊 颜光什么 礼貌的礼 礼啊 这个礼节的礼啊 礼物的礼 对 礼貌的礼 礼是 其实礼是十八话 你知道吗 是十八话 十八话没错 然后他几年次的 四一年 四十一啊 哎 几月 四月 四月 十七号 什么十 应该是饮食吧 这个早上三点到五点 是不是 对对对 其实这个结构是很漂亮的 这个结构很漂亮 但是这个光呢 你看这不是有一个雾吗 对不对 这个雾啊 我们讲雾作幽机 探极了啊 孤灯影音的 度清消 而且是感情上 感情上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不好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歌曲里面很特殊啦 你这个老公啊 个性比较佳 但是他喜欢 那个业气哦 业气 他喜欢有业气 他情绪书画 他比较喜欢 可是我没有看他动过 动过毛笔 他是跟我讲说 他以前写毛笔 写得很好 对 他喜欢情绪书画 从来没看过他写啊 他以前写得好 现在没有时间写嘛 我跟你讲 其实有很多啊 以前认就好的功夫啊 这个就不必要说 一天到晚念 当然毛笔是不写的话会退啦 对啊 越写的话又越好 不过他这个结果 这个算是很漂亮的哦 他这个有板有眼 对不对 他形式 太有板有眼了吧 对对 他是一个很士带夫 很沙文的一个男人 对不对 你听懂意思吗 他很大人人主义 对对对对 所以是有板有眼的男生 这个结果不错 但是用字上的不是很好 他跟爸爸没有缘分 跟儿子也没有缘分 儿子哦 他的健康方面哦 那个肠子常常不好 肠子哦 肠子哦 肠子常常不好 他是不是都是喜欢吃海蚕啊 对 我跟你讲哦 他的肠子是不可以吃海蚕的 只要一吃 他就要去拉肚子 这个肠子非常不好 对不对 喂 你听得清楚哦 知道 你请他明天看重播 你告诉他不要吃海蚕 那以免他肚子继续不好 好不好 这样子哦 对对 那他的拔子也不错 这个拔子是这样 他是多变多异动的人 他很有才华 这个桃花 有一个桃花幻竹格 就是他这样格局 所以他我说话 他喜欢琴棋书画 说风流倜傥的意思啊 风流倜傥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 蛤 嗯 了解 诶 喜欢玩弄文末啦 诶 喜欢诗诗歌夫啊 这方面特别喜欢 好不好 好 鼓励他哦 诶 好好 祝你谢谢 我们待会接着是 南投的苏小姐 苏小姐你好 喂 嗨 你好 苏小姐你要问谁 我问我女儿 你女儿啊 他叫什么什么名字 呃 吴雨晨 吴 吴 口天吴 哪个鱼 下雨的鱼 下雨的鱼啊 啊 陈呢 陈是宝盖 宝盖在一个新陈的陈 这个陈 对 对 这个名字取得很差 很差 很不好 他几年次了 我想也是 几年次了 九十 九十啊 哎呀 更糟 九十几页 五月 呃 那四月十一 农历四月十一 什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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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下午三点五十八 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个名字起得很菜 哦 你知道他是属蛇的 对 只要下大雨 他就是他的天敌 嗯 因为这个蛇哦 只要下雨 他就没有地方去抖了 所以你看 只要打雷哦 就一部分的这个蛇 他就被生态被淘汰 所以我们讲 蛇他本身很激情 对不对 可是他一个 不敢受风雨 这个风雨对他来讲 是一个天敌 哦 所以这个雨就不好啦 所以这个孩子啊 现在 也不过是一岁多一点 对 你就表现出他很叛逆 嗯 你要他东他要左西 嗯 所以以后哦 在感情上哦 很容易啊 不好掌握 你要掌握他哦 很难 尤其他的七情的发展哦 很叛逆 哦 这个名字 真的是取得不好 是你帮他取的吗 哦 请人家取的 但是 不会吧 你看 我说这个七话 中间不要用八话 有没有 对 这个就是不好 加上这个十话 这不是二十五话吗 对 这两个图啊 就克一个水 是严重的克水啊 所以他这个是八话 这十八话 这都是三观啊 我看到啊 这个这个取这个名字 的确是三观很严重 这个叛逆的很严重 这个叛逆的很严重 而且七杀 这个你知道白小燕啊 就是两个七杀 嗯哼哼 有没有 你看这是七杀 对 这又是七杀 严重哦 相当严重的哦 对 所以这个叛逆之外 他经常是 人家说 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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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对 这个圆子变去赌就灌烂了 对 所以这个通常会被七杀 把它给压制 而且呢 他叛很凶悍 声音又很大 你懂意思吗 对 所以这个孩子肯定是 名字是取得很差 很差 我一直想帮他改名字 然后可是周围的人 都会跟我讲说 不用改了 就是 对 就是不要这样 一直改来改去啊 其实我们也主张不用改啊 但是从心系上来调整就好 你看很多 这个宗教大德 都确认一下不要改名字 不要相信命理 但是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啊 对 你如果不知道命的话 你怎么去把自己的缺点 把你的潜能来发挥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啊 你要知命 你要立命 要让孩子建立一个教育的体制 人令胜天嘛 好不好 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 对 因为我常听老师讲说 改 名字不如改心性嘛 没错 对啊 那我想说这么小的小孩子 是不是 也不用改 然后就改心性就好了 小孩子是不懂得心性啊 对啊 现在是父母亲改心性啊 欸 小孩子还是小嘛不懂嘛 就是父母亲啊 改心性 行功利得匹应子你 嗯 他长大以后 叫 常叫赤子有词杭 让他自己来懂得改 好不好 好 我跟你讲喔 这一次我们不是在台中办两天营吗 何凤云就找你老公啊 跟你一起来听 然后你改不改 那倒是其次好不好 好 好就这样子啊 好啊 谢谢啊 是我们刚才接的是 南投的李贤 李贤你好 我啊你好 是李贤你 你问谁 我要问我女朋友 你女朋友啊 对啊 女朋友是已经要结婚了吗 明年吧 明年啊 他叫什么名字 木子李 木子李 那你应该是李小姐的老公嘛 怎么是叫李先生呢 对啊 我是李小姐的老公 嘿嘿嘿 李小姐老公 你什么 李富荣 一个香再光复的富 蛤 一个香 香 香 啊这个香啊 香啊 这个香嘛 对吧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李富荣 对 哪个荣 草志荣 这个荣啊 你告诉我他几年次的好不好 几年次的 六十八 六十八啊 对 几月 五月 什么日 四号 什么时 晚上八点 晚上八点啊 那就是叙时啦 我跟你讲 他这个李啊 在家跟老爸不好 出嫁跟老公沟通有困难 你告诉我你几年次 谁 您 您次 我六八 你也是六八 两个六十六八 你是几月你知道吗 十 农历嘛 对啊农历 农历应该是六十七十二月八号 六十七十二月八号 那你们两个也是一拍即合啦 一见就有钟情 再见他就跟你走 那这个没有话讲 可是 这个富 对他来讲不是挺好 这个荣对他来讲也是不好啊 你懂意思吗 他这个名字里面只求了四十三话而已嘛 只要求四十三话嘛 因为这个总话数四十二话 这个肯定是 光是穷笔话数 那没有什么意义 不好 而且这个富啊 对属羊的来讲也不好啊 嗯 对不对 所以啊这个要加油好不好 嗯 你要相忍为家 既然要结婚你就爱他 要爱他一辈子 要真心的爱他 好不好 那他适合做什么 他适合做跟金有关系的 像金属啦金融啦保险业啦 事情都会很不错 嗯哼 尤其是保险业喔 你是不是要问说他结婚以后 会不会怎样 会不会很好是不是 对啊 我跟你讲喔 你今天要结婚了就不要问 为什么 你就用真心去爱他啊 如果说我说不好 你要不要跟他结婚 会啊 还是会嘛 那你不是心里毛毛的 所以我跟你讲喔 人家问我能不能合婚 我通常都说我不会合婚啊 为什么 既然要结婚还会合什么婚 就用真心去 诶 改变所有一切 我今天不是讲人定升天吗 这个人定升天的这个题材 就是说 也许你们本来是无恩不成夫妻嘛 那无焉也不成夫妻 对不对 可是你们可以借助的后天的努力 让这些事情啊都变得很好 都变得很严满 来做一个 非常伟大非常不错的一对 好鸳鸯好夫妻 这就是人定升天啊 你决定好两个人既然相爱 就永远永远爱在一起 白手偕疗 永不改变 那以这样的定 这个心智定下来的话 那你还要为什么命盘啊 只要努力就好啦 营造经营这个伟大的婚姻生活 那么你们的婚姻啊肯定会非常好 嗯 好不好 好 那你还有什么不同的 嗯 应该没有吧 没有啦 对 其实我跟你讲喔 你们是一拍即合 什么叫一拍即合 一见就钟情了嘛 那你们也不经过爱情的这个 什么拍拖啦 那一见他就跟你走了 那我跟你讲 你应该珍惜这份伟大的情谊 嗯哼 好不好 好 那这是最重要的啦 好 就讲到这 是的 我们一个小时啊 也是一溜烟就过去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会跟年轻人讲说 我不会合分 其实你既然有句相爱 还合什么混啊 有很多做父母亲的 他会把孩子的命盘 就是他孩子 或是他女朋友 或是他女朋友 他的女儿跟他的男朋友的命盘 要让我来合分 自古以来啊 君子人只有成人之美 等于说你来合分啊 我一定跟你讲好 可是呢 就会报喜不报忧 可是你有很多事情 你就不懂得去防患啊 这个本来啊 从男生可以看出女生 他以后会怎么样 从女生可以看出 男生以后会 产生如何的情景 这个会啊 但是你还没有 还没有发生 你就告诉别人 好像你画了一条路 让人家去走 这个水流湿 火救灶 水呢 是往有湿的地方去流 火呢 是有干燥的地方去烧 所以呢 它等于是 被规划成一个 往后的命运 那么这样的话 对命运来讲呢 那不公平 而且呢 既然是谈婚姻嘛 这个婚姻就一定要是 两情相悦 这是要很美好的 如果不是美好 那这个婚姻一开始啊 就已经有瑕疵 我们建议普天下的 这个男女朋友了 还没有成婚 那你都要先自己 有一个心理准备 我所要的 就是一个很美满的人生 那么美满的人生 就要相约的来共同营造 这个婚姻要有EQ的啊 如果没有EQ的话 就是情绪啊 如果你没有把您的情绪啊 能够能够掌握得很好 那很可能啊 因为是不同的两个生活环境 把应识凑在一起 那会造成很多本位 因为本位的关系 而造成啊 这个毗离 所以我们宴天下有情人 是忠诚见数 而且呢 能够把这个因缘啊 永续的再进行 那当然呢 我们一定要建议您 要相忍为家 不管遇到好事我们要忍 遇到不好的事我们要忍 才能够啊 把这样的婚姻生活啊 推到非常美好的啊 这样的意境之中 所以我们也期望说 您啊不必要问 也不要排 啊我的对方 他脾气怎么样 他的个性如何 我跟你讲 没有人比你更清楚 你的对 另外一半 他的情绪 用什么方式 来改变他 当然 我们觉得啊 你是最成功者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先提到这里 所以啊 我们也期望说 每一个人都能够很美满 很快乐 谢谢您支持 也谢谢您收看 谢谢